他娶谁了? 魏英那副模样,好像他才是受害者,可是明明是魏英欺骗他,利用他在先的。 魏英,蓝湛想叫住魏英问清楚,问他为什么说他娶了别人。 可是魏英并不理会蓝湛,已经走出了牢房。 蓝湛一直想着昨晚魏英说的话,他不明白为什么魏英说他另娶了。 他怎么会娶别人,他已经娶了魏英了呀,蓝湛突然觉得自己被倒打一耙了。 本想等魏英再来时,好好问问他,可惜接下来几天,魏英再也没有来见过蓝湛。 天街前缘体质惊人,十几天的时间,蓝湛的腿已经快好了。 这天,地牢的大门被打开,走进了一个黑色的身影,蓝湛以为是魏英。 立刻起身看过,却发现来的是薛阳。 蓝湛对薛阳这个人没好感,但总算是见到了一个可以说上话的。 薛阳走进笼子,两人隔着栏杆相对,薛阳也不喜欢蓝湛,两个人相互看对方不顺眼,都没有好脸色。 我有事问你,我有个问题要问你,两人一口同声,我先说,我先问。 气氛一度很尴尬,凭什么?你现在可是接下囚。 薛阳怒了,没功夫搭理你。 就这样,两人都不说话了,地牢里又静得只有呼吸声了。 最后还是薛阳妥协了,说道,你们仙界的人真讨厌,好好好,你先问,你先说。 蓝湛看了他一眼,问道,那日魏英来,说我另娶他人了,我娶谁了? 他骗我在先,最后还要诬陷我,薛阳听着睁大了眼睛,你不是娶了小星辰了吗? 就是一百多年魏英从仙界逃走的那天,蓝湛都快要迷糊了,一百多年前。 没有啊,你没娶小星辰? 没有。 但是那晚确实有婚礼举行,那不是我和小星辰的,是宋蓝和小星辰的婚礼。 宋蓝,所以他还是嫁人了,薛阳喃喃低语道,片刻后,薛阳又问蓝湛,你说的都是真的? 自然是真的。 原来,一百多年前,蓝湛宁死不愿意再娶小星辰。 可是,仙界那种地方,最重的就是礼仪教化,小星辰失节在先,又为了揭发魏英瞎了一只眼睛,一身的灵力也废了。 如果没有人愿意娶她,她怎么有脸面在待在仙界? 好在这个时候,白云风的宋蓝找到仙君,说自己一直仰慕小星辰,愿意娶她,照顾她一生。 小星辰与宋蓝也是一同在仙山长大,也是有情意的。 只是小星辰以前的目光,全在蓝湛身上,现在在回首,原来也有人一直用她看别人的目光。 看着自己,感动之余,小星辰就答应了。 而仙君为了表彰小星辰揭发魏英的功劳,也为了向仙界众人表示仙君带小星辰如亲子。 警惕仙界众人不可慢带小星辰,所以他们二人的婚礼办得格外盛大。 而小星辰去误导魏英的事,仙君也是知道的。 不过,仙君就是希望蓝湛魏英能够断情,自然不会阻止,还帮了一把。 他把蓝湛关起来,并多方地暗示,让魏英深信蓝湛娶了小星辰。 后来,蓝湛受罚进寒潭洞,小星辰伏夫去云游,仙君就封锁了蓝湛和小星辰伏夫的消息。 知道这些前因后果的薛阳,转头跑出了地牢。 虽然他的心上人嫁人了,但是,蓝湛没有娶别人,他要去告诉魏英,蓝湛没有娶别人。 你说的是真的? 主殿里的魏英,不可置信地看着薛阳。 是真的,我偷偷下了限制说谎的符咒,蓝湛亲口说他没娶别人。 如果是假的,会立刻受到反噬。 薛阳说,这多年来,魏英最在意的除了蓝湛的了吴英逊不闻不问,就是蓝湛在他怀着他的孩子的时候娶了别人。 他恨他,有好大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。 可是,现在,蓝湛说自己没有娶小星辰,他没做那个复心人。 他没娶别人,他没娶小星辰,魏英心里有七分喜悦,三分不可思议。 最后,他抬起头,对薛阳说,我要亲自去问他,我要切耳听到他说他没娶别人。 说完不等薛阳反应,魏英快速地跑出了魔宫主殿,殿外的守卫与宫女,全都看到他们风华绝代,英明神武的魔军,毫无疑态地奔跑着。 对,魏英跑得很快,他现在非常非常想要见到蓝湛。 他想见他,就如同当年那样想见他。 他一直,一直都很想见他,蓝湛。 刚奔进地牢,魏英就迫不及待地叫出蓝湛的名字。 蓝湛,蓝湛,看到蓝湛白色的已经染了污渍的衣服,魏英控制不住地心头一紧,眼睛里全是泪水,在眼眶里打转。 蓝湛还是坐在笼子里面的床榻上,他静静地看着魏英走进笼子。 看着魏英这浮衍含泪水的模样,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面对它。 也许,魏英说得对,他就是木讷又呆板,魏英双手紧握住笼子栏杆,对着里面的蓝湛说道,蓝湛,告诉我。 魏英双手紧握住笼子栏杆,对着里面的蓝湛说道,蓝湛,蓝湛,告诉我,你没有娶别人对吗? 我要听你亲口说,魏英死死盯着蓝湛,仿佛想要从蓝湛的脸上看穿蓝湛的心。 蓝湛忍不住一直看着魏英,他极力克制自己,说道,是,但是奶又能怎么样呢? 不管他有没有娶别人,对他们而言又能改变什么呢? 不是的,蓝湛,不一样的,魏英流着眼泪,打开牢门,走到蓝湛身边。 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抓蓝湛的手臂,他是那样的小心,因为他怕蓝湛会像一百多年前那样推开自己。 好在,这次蓝湛没有动,魏英却哭得更厉害了。 蓝湛,你还爱我对吗?你告诉我,你还爱我吗? 魏英用那双满含泪水的眼睛看着蓝湛问道。 我,蓝湛像被扼住了喉咙一样,无法说出口。 魏英见蓝湛一直不说话,开口道,既然如此,那你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,你不爱我了,让我死了这条心。 蓝湛脸上的肌肉微微颤抖,它如冰霜的脸庞,终于有了动容的迹象。 蓝湛,你说吧,你说你不爱我,你说了,我便不再纠缠你,从此,从此我们先是先,磨是磨,再无瓜葛。 别,别逼我,我没有逼你,我只要你一句话。 蓝湛,蓝湛控制不住,低下头去,一行轻泪滑落,它说不出口。 蓝湛,求求你,告诉我,你到底爱不爱我,魏英,不,别叫我魏英,蓝湛,叫我线线。 蓝湛抬头,伸手捧住魏英的脸,他看着这张脸,这张他每晚都会在梦中见到的脸。 蓝湛的眼泪夺眶而出。 线线,线线,你是线线吗?你是我的线线吗? 蓝湛的眼泪一滴滴到魏英的脸上,与魏英的眼泪混在一起。 我是啊,我是你的线线,线线,线线,他以为他的线线回不来了。 蓝湛,如果可以,我想永远做你的线线,只做你的线线,所以蓝湛,你还要我吗? 你还要线线吗?这时的蓝湛再也忍不住,一边吻着魏英眼角的泪水,一边哭道,我要,我要我的线线,我爱你,我很爱很爱你, 我怎么能不要你?蓝湛,蓝湛,我也好喜欢你,好爱你,不要再把我推开了,魏英哭着,扑进蓝湛怀里。 两个人紧紧相拥,这个拥抱,两个人等了一百多年。 魏英在蓝湛怀里哭了好一会儿,等稍稍平静下来,魏英轻声说道, 蓝湛,对不起,当年都是我的错,我不该骗你的,对不起,原谅我。 这是魏英一百多年就想对蓝湛说的道歉。 蓝湛没有想到,魏英会如此郑重地向他道歉,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 他们之间经历了太多,也承受了太多,有些事情已经不需要再宣之于口。 线线,我早就不怪你了,蓝湛,魏英又抽搐地在蓝湛怀里哭泣。 蓝湛只有搂紧了他,他自己心里也不好受,寒潭洞是那么冷,那么空寂,那一百年,他过得太苦太苦了。 现在,他终于能够将曾经的温暖再次搂进怀里,视而复得的感觉,是那样的欢喜,又是那样的苦涩, 因为这一天,他们都等得太久了。 等两人都彻底平复下来,魏英拉着蓝湛的手,把他带出了牢房,带回了自己的寝宫。 蓝湛坐在了寝宫里的长榻上,魏英走过来蹲下,轻轻撩起蓝湛的衣摆,想看看他的伤处。 蓝湛却按下魏英的手。 魏英不解,我看看你的伤处愈合得怎么样了。 没事,都快好了。 蓝湛轻笑道,对不起,很痛吧,当日见了你,我实在是气你。 线线,你不是说让我还你那一件吗? 现在我还了,今后不要再提了。 魏英点点头,表示答应了。 过了一会儿,有宫女送来药膏,魏英便接了过来,要给蓝湛换药。 我自己来吧。 蓝湛说道,我帮你换。 两人人刚刚和好,正是魏英想与他亲近的时候,自然也想体贴蓝湛一些,多为他做些事。 只是蓝湛那边却显得有些不自在,一直按着自己的裤腿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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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